听起来很像美国总统拜登的声音 但其实不是 今年1月美国民主党新喊布下周总统出水期间 有民众接获来自总统拜登的语音电话 要他们不要投票 根据CNN报导 美国民主党初选参选人 迷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的菲利普斯 他的其中一名顾问 雇人利用AI软体假冒总统拜登 录制自动语音电话 企图混淆选民 一名住在美国纽澳两的魔术师 接受CNN专访 承认是他录的 但他说自己只是拿钱办事 不知道会被拿来干预选举 菲利普斯的竞选团队则反驳 魔术师的确涉嫌录制假拜登语音 但说这一切是魔术师的个人行为 与他们无关 魔术师说他只花了五分钟就完成录音 而专家说你只需要对方三秒钟的声音 就可以复制 清罕布下周的检察长宣布将对使用拜登假语音联络选民的公司进行调查 可以攻击技术师的技术 所以你需要良好的AI 去攻击坏的AI 去警察认为假讯型冲刺更加试炼美国选民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AI对抗AI 华世音乐网站 李律山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